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香港第一才子陶傑 在Facebook那裡轉發了一條消息 這條消息是一個微信公眾號發布 關於大陸推出了新證 禁止公職人員移民 陶傑對於新證的安排 表示了強烈的贊同 我們首先看看 大陸的新證是說什麼 原來在今年6月20日 中國政府出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 裡頭規定了 自從今年7月1日開始 凡是公職人員 若然違反規定出境 或是辦理因私出境證件 就要予以既大過 或是既過 情節嚴重的 予以降級或是撤職 若然違反規定 直接取得外國國籍 或是獲得境外永久居留資格 長期居留許可 予以撤職 或者開除 儘管在很久之前 公務人員的移民 本身已經是違規 但是一直沒有明確的 處分文件出台 而且過去的時候 公職人員移民的歪風盛行 在這個紅色通緝令的人員名單裏 有大把的逃犯 都還未在事發時 就已經利用了公職權利之變 或者是偽造身份 或者是挪用公款 而取得了美國綠卡 不僅平時可以去國外享受生活 還可以為他日日後走路 做好準備 他裏面舉了兩三個例子 其中一個就是廣東國資委員書記 郭富財 他因為覺得自己的工資很低 每年拿到手的錢 就不得八皮 眼紅其他企業主 年薪高達八十雞 最差的也有四十六雞 故此利用職務之變去搞錢 後來又偷偷地扮理了澳洲移民 從此長期滯留澳洲不貴 在2015年被開除黨籍 以及取消退休待遇的處分 問題就是 這些傢伙 去了外國 能不能追逃追撞 若然還是逍遙法外的話 就不行了 這篇文章還說到 類似貪官的例子 還有很多 有些公職人員 不僅將老婆子女送到國外 自己也是綠卡護照 全部都要 完全就是背離了初心 辜負了人民群眾的信任 說得真是好 我們拍掌支持一下這些文章 真是 擲地有聲 你說多好 這些裸官 全部 最好將他的家屬都捉拿歸案 全部離了 大譜 自己就在大陸那裡做官 在那裏刮盡 民知民膏 肚子滿腸肥 肥子 蜜都穿不下 然後 老婆子女 先走一步 到他差不多 餓了夠錢的時候 又走了 離了大譜 不過也不夠 陶傑的評論 精彩 他就說 中國宣布禁止公職人員移民是值得支持 這個政策 一就是基於國家安全 以防公職人員退休之後 去到西方國家洩露機密 二就是維護到中國官員幹部的民族人格完整 杜絕見到國旗飄升就目露淚光 升旗禮之後 又密謀全家腳底抹油 投奔英美加澳等西方國家的惡劣基因 哇 簡直評論得夠了 到位 淤重了 那些人的缺點 同樣的規定 在香港 已經有國安法 對香港的官員 是否也一樣適用 他就引述 在2020年6月8日的時候 特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嚴正指出 說香港的公務員 同時也是中國的公務員 陶傑說 此論十分正確 國家利益至上 香港包括特區官員在內的公職人員 沒有理由享受和祖國不一樣的特權 這班司局級官員做到退休以後 立即前往英國和子女團聚 你以為英國人是吃齋的 任你去英國 定居以後 種花種菜 去唐人街逍遙吃蝦餃 不會派人上門 以居應權商協 分分鐘要這班官員 世術在任內 多次訪問北京 上海 深圳 麒麟山莊等密室談話的詳情 以作研判中共領導人的語言行為模式 以便西方外交人員可以更正確制定對華政策 他問網友怎麼看呢 我認為陶傑的評論相當到位 不過我還有多少建議提出 首先 不單是香港的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 要和大陸幹部看齊 不可能有特權 這個陶傑說得好 不過 最好就連這班人的 直系家屬 都一併納入限制之中 否則 仍然會出現裸官的情況 仍然 那班做官的 不拿這個陸卡 不拿這個外國護照 但是 他那些直系親屬 仍然是可以拿的時候 一來又做不到陶傑口中的 維護國家安全 二來 亦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 變相薩斯尼 都是白費心機 為什麼維護不到國家安全 比如說 有一名的 問責官員 他的直系親屬就去了外國定居 但是大家都知道 外國的特工 做事手法 真是層出不窮 若然那些 直系親屬走到外國定居 但是被外國的特工 要脅的時候 喂 這一班這樣的問責官員 高級公務員 會不會 被威脅 然後洩密 那就被加火 所以一定要杜絕 這些 下可能的情況 出現 二來的就是 為什麼 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 就是這班裏官 他照樣可以在 這個做官的地方 繼續在這裡 大搜大刮 然後 就把那些資產 匯到過去外國的樹 給他的直系親屬 享受榮華富貴 這樣就不太適合 對嗎 故此就很應該 將這班問責官員 和高級公務員的直系親屬 都納入這個限制範圍 第二個建議就是 凡是在退休之後 選擇移民去外國定居的公務員 他們的長逢 應該予以取締 如果是新制的話 就連公職金都應該停止發放 為什麼 因為搞這些東西出來的原意 第二就是為了 保留這班人 在香港的生活水準 不是保留你在外國的生活水準 若然繼續 幫錢給這班人使用的話 就等同於 以香港納稅人的錢 來推動外國經濟發展 這樣也是講不過去 你在香港當然 擁有長逢 是你應份的東西 但是 去到外國的時候 實情很多國家移民了以後 根本上你原居地的戶口 都要取消 是不是 比如說大陸剛好推出這部新政 亦都有提及過 要註銷一批海外華人的戶口 當這班人 去到外國 已經取得了外國居留權 甚至乎入籍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保留在原居地的戶口 這件事是不對的 因為你保留戶口的時候 其實就是等同於保留所有的福利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呢 就是註銷 這些是外國慣常的做法 至於你說換回來香港 是不是應該取消呢 我都拍掌贊成 怎麼能夠吃兩家茶禮呢 是不是 取消 取消 對 另外 第三個建議是什麼呢 就是最好 這一班這樣的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 在他 你身的時候 就要馬上作出一個承諾 就是說退休以後 不會移民外國 否則的話 就最好不要擔任職務了 為什麼呢 若然你都不是踏心水 想著在香港 甚至乎在大灣區 其實香港也是大灣區的部分 九加二 九就是講廣州、深圳、東莞 紹興、佛山、江門 中山、珠海 這些地方 二就是講澳門和香港 喂 若然都不是打算一九加二退休的 走去 經常想著 去英國 去美國 去哪裡退休的 這些人 永遠就是會很多胡思亂想的 做事的時候 就是深有旁霧的 這樣就不行了 是不是 你一定要專心一致 為國家為香港服務 如果不是什麼叫做 食君之陸 就擔君之休 雖然公帑 說得準確一點 就是屬於人民的金錢 你就吃人民之六 擔人民之休 沒理由整天想著教腳 這些人 喊愛國的口號 就喊得很響亮 很大聲 一唱國歌的時候 甚至乎 熱淚盈康 整色整髓 在這些關節眼上 就是考驗 究竟一個高級官員 是否真正愛國的關鍵時刻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